日本准备把核廢水超过130万吨 陆陆续排出大海 首先说第一个新闻 韩国的媒体最近竟然揭发了一个丑闻 就是说韩媒报导 日本政府今次决定将福岛的这个废水排去大海 原来日本官员曾经送了超过100万的欧元 给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秘书署 为什么要送给他呢 因为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 就是去年开始对日本的这个排污计划进行全面的评估审查 现在很多国家就想着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 应该是可以持平可以公正 是希望他们真的可以做出这个检查之后 出一个报告来评估究竟日本这些排出去的所谓的核廢水 是否正如他们所说是安全到可以饮用的 因为那个一些的放射元素已经剔走了 这样子似乎大家都引颈以待 国际原子能组织应该是够专业的 好了 现在就计划 就是国际原子能的组织将会在7月4日 就发布关于福岛核污水排放的调查报告 但是在几天之前就爆出了 其实这个日本政府已经静静静地给了百多万的欧元 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 那究竟这个原子能机构 为什么要收它的钱呢 为什么要收日本政府的钱呢 这个是不是一个贵赂的行为呢 如果是它收了日本政府的钱的话 究竟它的报告还是不是可信呢 究竟它的报告是不是一面倒会帮日本呢 大家估都估到啦 应该大概都是 接触的报告7月4日很快知道了 就是四五日之后 那会怎么样呢 大家就立即反应很激烈了 看看这图先 这个就是国际原子能的总部 好了 那我们的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铃就表示了 日本政府有责任对相关的报道 就是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作出解释 国际原子能机构秘書处都应该做出回应 为什么你会收日本政府百多万的欧罗的钱 或者是其实有没有收到呢 如果是收的 为什么要收呢 那中方就说希望国际原子能机构 能够拿出一份具科学价值的评估报告 不要为了日本排海方案背书 而国际社会将会看得很紧的了 所以你7月4日这个报告究竟会怎么写 那毛铃又补充呢 自从日本政府宣布排污入海之后 中国和韩国两国就持续跟踪 紧盯着日本政府的动向 事实上之前 中方曾经多次提醒国际社会 要警惕日本政府会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 为自己寻求一个所谓通行证 事实上今年6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上面 中方当时开会有参与的 表示日本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工作小组去日本 那其实只是授权它评估排海这个方案 没有授权到国际原子能机构 评估其他核污染水处置方案 那其实根本呢 由第一天开始 那个检查的方向就已经不对了 就是国际原子能这个机构 正是去到日本 就看一看它把污水排去大海 排去公海的可行性做研究 究竟它排出来的核汇水是否相对地安全 那但是呢 其实 毛铃认为呢 你基本上第一步已经走错了 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只是去日本 纯粹是看一看它排的污水究竟干不干净 究竟对人体有没有害 对生态有没有害 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呢 其实应该是有责任建议日本政府 除了排这些污水入海之外呢 究竟有没有其他方案 那其实一直都似乎是从来没有寻求到呢 其他方案去想一想 会不会有可能在日本的本土 在土地上面挖一个大洞 譬如一下 然后呢 在一个大洞那里呢 就是灌一些石屎 或者是水泥 那就是 然后将那些核废水倒进去 那你倒进去之后呢 理论上呢 如果你那个底部呢 或者周边呢 是用坚固的水泥封实了呢 那理论上呢 有机会呢 可以阻止那些核废水的污染呢 通过地下呢 就滲透到地底 然后呢 就通过地下水 传到其他地方 那这个应该是有机会可行的 如果你挖了个洞 那你 譬如说 如果除了铺水泥之外呢 有没有机会是 弄一些是坚硬的金属的壁 或者底去浪住那些水呢 那当然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因为我们看到呢 其实311大地震之后呢 现在其实已经经过了 是超过20年了 那我们看到呢 福岛呢 现在那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呢 他一直就建一些这样的储水库 不断地建 就是过去那20年 那就不断地把那些冷却 反应堆的核废水收集 然后处起它 那你总有地方用尽时 是不是周围的地方 那现在呢 正正就是呢 已经存储了超过130万吨 130万吨很重要的 你想一想 平时我们一架 一架货车仔 吨半的货车是多大 大家心里有数 那就是说呢 如果吨半的货车 你130万吨 是说的是 有八九十万架货车 装了的污水 现在就在福岛这个地方 就摆在这些这样的储水库 其实都很夸张 但是你这么多年了 他一直都不想办法处理 现在就是 一直是这样拖 其实这些事 应该是很紧张 很紧要的事 排在头位 就算你这个东京电力 或者你日本政府 需要耗资巨额的资金呢 你都应该是 将这些事 排在头位 是优先处理 就不是现在拖了超过二十年 跟着就说 现在就完全不想其他方案 而是想一个 对东京电力 和对日本政府来说 是最便宜的方案 就是将它 这些所谓的核废水 处理过之后 就排入大海 那么呢 将这个这样的 你自己犯了错误的祸 就是将污水排入大海之后 让全世界周边国家 首先是周边国家 就有机会 受这些这样的污水影响 因为海洋的水流 可以说 其实是全世界这样去流通 迟早 经过几十年之后 就是全世界的海洋 都会被这些这样的核废水去污染 那么在过程当中 究竟这些核废水的元素 核元素有多少可以通过自然去分解 或者是淡化呢 其实都是很难说的 现在在说 这些核废水 一共是含有六十多种的放射性 这个核元素在里面 根据国际一个研究机构的分析 这些核污水的放射性物质 在五十七日内 就能够扩散到太平洋 大半的区域 五十七日 即是两个月左右 十年后 应该就可以蔓延到全世界的海域 那么日本做这么不负责任的事 其实我们周边的国家 中国特别是反对税激烈 韩国初期都反对激烈 但是呢 近日都改后 稍后我讲一讲韩国政府是怎么样 当然韩国传媒 韩国的渔民 韩国的旅游业的从业员 都是继续反对的 日本的渔民 日本的旅游业从业员 也是反对的 但是近日呢 日本和韩国的政府 政府继续表态支持这个牌核废税的建议 很明显大家知道 如果一旦牌核废税 早前有人在福岛附近捉了一些鱼 说那个放射性已经超标了很多倍 其实根本可能已经有核废税不断流出 现在真真正正的 就是把这130万吨的核废税 还要排出去 可以说就是 绝对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那如果我们看回呢 海洋的水流 究竟是怎么样流发呢 其实前几天我都给大家看这幅图的 现在再跟大家重温一下 那就是说呢 如果 在日本 这里是福岛 如果是在这里去排 χrky 因为它现在整了一公里管道 在海底 然后排一些废税 绿绿组组的排 现在估计在未来30年不断地排 那你会看到呢 首先如果这些水到太平涨 首先在北面有一个千岛的航流 在阿拉斯街下来 至于南面就有一个叫日本的暖流 就在南面上去 就是说那些废水就应该是受 这个北面的水流和南面的水流去冲击 冲击之余 它的废水首先就先会积聚在这里 积聚在这里之后慢慢扩散 接着就会被这个北太平洋的暖流 就带去美国的西岸 看到吗 这个是一个点 这个是另一个点 那些水在这里 接着就会慢慢扩散 接着这个北太平洋的暖流 幻过太平洋 就向东进发 就向这个美国西岸 那就应该就首先会抵达 就是美国西岸这里 加州这边 那接着就会是 去到之后呢 去到美国西岸 就会是分流了 就会是阿拉斯加暖流 带回它去北边 有一部分呢 就会通过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航流 就带回到南边 就是太平洋的中心 那太平洋中心呢 再会通过这个北赤道的暖流呢 就带去哪里呢 带回到台湾 和日本 去回这个日本暖流 那理论上呢 如果就这么看这个图呢 应该就那些废水主要是这个循环 这个循环是集中了 太平洋的北部主要的地区 以至是 美国的西岸地区 以至是 亚洲的东岸地区 那你见到呢 就是对 他甚至乎呢 其实香港在这里的 那这个日本暖流呢 他现在这个图呢 就显示是这样屈上去啦 那理论上呢 应该就不会怎样扩散去这边的 那但是很难说的嘛 你这个水流不扩散而已 但是你吃了 这些放射性元素的鱼呢 喂 鱼是可以周围游的 鱼是不一定要跟那些流的 不一定跟那些暖流 或者那些寒流去走的 就是如果是可以游太平洋这个地方呢 首先你会感觉到他会游去这个什么 就是向这个南极那边游去啦 就是澳洲那边啦 那也都有机会游去 印尼啊 甚至乎呢 再去印度洋这边啦 那也都有机会呢 游去这个中美洲这一边啦 甚至乎通过巴南 巴南亚运河呢 穿过这里呢 再去大西洋那边 那这个就是整个的图啦 那个分布啦 那好了 那现在呢 就是说什么呢 现在就是这么多个政府呢 就当然是中方的反应最激烈啦 那但是呢 近日呢 我们看呢 日本方面呢 本身当然是继续辩户啦 那他们等着7月4日这个报告啦 那另一方面呢 另一个地方呢 就同意日本去做法呢 就是台湾啦 那台湾呢 最近呢 就说了什么呢 那他就说呢 呃 蔡英文的政府 的反应呢 就是 其实他在2021年那时候呢 当日本宣布这个 这个核费出来的计划的时候呢 但是呢 当时呢 台湾的反应就是呢 就说 这个 这个应该这样的 那些 废水排出去大海呢 其实应该是一小部分呢 最快呢 一两年后呢 才到达台湾的那样 那你如果这样看这个图呢 是可能真的 因为呢 他首先 那个废水会去回美国 下回南部 再回去 通过北尺度暖流呢 才会屈去台湾那里 就是台湾那里嘛 那他说这个过程呢 就由这里开始呢 去这里 回来呢 可能都 都要一两年才到台湾啦 所以呢 不用怕的 那 其实呢 就 几年后呢 应该就相对影响不大的 哇 这样说话都可以了 台湾政府 那你 现在开始就要 根本要禁止日本去排放啦 另外就是 它是会影响到全世界 但是特别是周边附近的海产 那所以呢 这个排放呢 是绝对是不得到人心 但是台湾呢 政府一意孤行 那他还要整个很方法的解释 蔡英文政府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你现在就和日本政府呢 就有个关系 我们不可以太差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 台湾政府现在是希望呢 可以加入这个 跨太平洋 伙伴全面进步协议 就是CPTPP 那如果你和日本的关系不好呢 可能我们加入不了的 这样说话都可以的 那现在是污染重要啊 人类的健康重要啊 还是你台湾政府 加入CPTPP重要呢 那不用说了 当然是人类的健康重要啊 那况且 现在 你台湾说想加入CPTPP而已 十或都没有一撇 反而中国 大陆呢 就已经是 递了表申请 那也是密罗紧固 中国加入CPTPP的机会呢 是越来越大的 好了 那除了台湾政府近日呢 是出现支持这个日本排合废水方案 韩国政府呢 都是改口了 韩国的国务调整室 第一次掌 阿婆扣言呢 最近呢 就在记者会上说了 就被问及 这个废水事件 等等 你怎样看法呢 韩国的政府 他就说呢 各方已经在2010年代 中后期花费四年多时间 研究这个问题 日本内部围绕这个问题呢 有个激烈的争论 现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呢 这个机构已经介入了 综合一些 考虑的科学性 安全性呢 应该呢 就将那些废水 排入去大海呢 是最现实的处置方法 因此呢 决定以这种方式 处理核污废水呢 是对的 那就是 那这个朴扣言 这位仁兄 这个韩国政府的代表呢 他就说呢 6月12日开始呢 那现在日本政府 这个东京电力公司呢 已经是试行呢 就用这个隧道 输送 稀释 排放等等 在做事了 那 那现在呢 这个试验呢 就27日结束了 就是前日结束了 那就在昨天开始 28日开始呢 日本的原子力规制委员会 NRA呢 就会对这个 输送 稀释 排放等等设备 去进行检查 那如果一切呢 没什么特别呢 应该呢 就可以继续是 7月初呢 按照原定计划呢 是将这些废水呢 陆陆续做呢 未来几十年呢 就排出大海 好了 那么 近日呢 就终于看到呢 就有环保组织 例如绿色和平 那些出来说话了 那又说什么呢 那 有分析就指 就说 喂 其实你现在 东京这些 这些废水 就通过一个叫做 APS技术 ALPS技术 那么 ALPS技术呢 是稀释了些核污水之后呢 其实呢 是没有办法清除 具有放射性的喘气 另外呢 也有其他的污染物质 可能是有 股60 C90 即是今次哪一个思想的事 C14 还有色137 今次哪一个颜色的色 还有点129 这些放射物质 全部都是在核汇水里面的放射物质 那么一堆的放射物质 极有机会呢 就因此而流出大海的 那绿色和平组织说呢 这些这样的福岛的核汇水呢 比一般的核电厂的污水呢 是 杂质啊 或者放射性物质 是多很多 和劲很多的 如果你这样呢 放入太平洋呢 对人体健康和海洋的生态 带来极为严重的威胁 这些放射性物质残留在水中呢 可以轻易聚集在食物链 长期下来呢 累积涉水的量呢 极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 那这个是绿色和平的分析 那算是这样了 终于看到这些环保组织 绿色和平呢 出一下声了 那现在呢 就是说了这么久也没用了 就是2021年开始有这个 日本有这个计划 那两年以来呢 叫做整了个国际原子能介入 那现在就又被人揭发出 他收了百多万欧罗 这个收了日本政府 这些随时是 可以视为是一个贵路的款項 那儘管看看7月4日的报告是怎样的 但是都不是那么乐观的了 那好了 那面对日本政府这些环环无理 利用最廉仪的价格去处理核废水 而不找其他的途径呢 那其实我觉得 现在中国政府当然是有反应了 其实香港政府呢 反应应该可以再强烈一点的 真的去掩格去 真的要想一想 不如直接是禁制了 日本的一些食物来出口 你走去说 我将会加强检查 检查得多少 检查极就是抽氧 做摄像 始终不够全面 索性禁制 大部分日本的海鲜入口 这个可能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一些 一些强力一点的行动 才能逼到日本政府 去就范 是想其他方法 但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去订阅石楼台 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都优化了视频货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都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